我们买的这张全证是日胜AX 然后我们在11月9号的时候进场买进这张全证 然后在11月12的时候卖掉 那这中间9号到12号是一个交易日 因为10号跟11号是6日所以是假日 所以等于是礼拜五买的时候 然后礼拜一就把它卖掉 然后这中间我们一共买99张 然后从礼拜五到礼拜一 我们产生的报酬率是82.1% 就代表说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 你买全证可以让你的报酬 在短短的几天内产生到很高的一个报酬 那如果说你把你的投资部位 移来做全证的话 会让你的获利容易产生到比较高倍的获利 如果说还是在做股票的朋友 你的资金在股票中 它的获利可能不会产生像全证这么快的获利 那这就是全证一个高杠杆倍数的投资的一个获利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凯基9U的这一张全证 那我们相同的也是在11月9号买礼拜五 然后在礼拜一11月12把它卖掉 那这边成交张数是两张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报酬率却有139% 那这当中是其实有用了一个技巧 所以让这报酬率有特别的显著 好那即使 而且是让我们之后的那个获利是能产生一个更大的威力的一个报酬 谢谢大家